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大家過得好嗎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有一部健身影片 就是90 day body transformation 這部影片拍完上傳之後 其實得到蠻多觀眾 還有就是朋友的回想 然後開始就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有關健身的問題 然後我今天呢就要來回答大家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那阿菜最後到底有沒有負胖呢 其實很多影片你們都看到 感覺上應該是沒有 但是等一下我要給大家真實 我今天穿這樣不是我要當變態 直接打開嚇你們好嗎 我並沒有小鳥啾啾啾 我今天穿這樣是等一下我要直接脫掉 因為我自己講可能不準 所以你們來可以想想看說 我到底有沒有負胖或是怎麼樣 其實最後一天我跟教練呢 有拍最後一天的影片 但是我好像在上傳影片的時候 就漏掉了那一個怕 所以我的剪接師們就很抱歉 他們沒辦法剪到那邊 那個是最後的一個心得 不如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一天的心得 那那天我衣服穿的不一樣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之類的 我們就請觀看 嗨 各位 我在健身上的健康 然後Daniel在上 所以我會看到他有點緊張 其實我覺得我失去了很多 我覺得我看起來很不同 如果你們看著我 我看著我的肩膀 我看起來很不同 但是我不知道 我看著我什麼 我看著我 他在那裡 我看著我一個女孩 有很多新的女孩 有很多女孩 好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你怎麼看過我 三個月 沒有 你怎麼看過我 我怎麼看過你 三個月 不不不 我覺得2-3個月 2-3個月 對阿 但是我很緊張 因為要見她 然後她是第一次看到我就是穿這樣子吧 然後平常來都是運動 你覺得呢? 我看起來如何? 從這個角度 我不可以看到 因為我平常看著 像是運動的東西 你意思是 像是運動的東西嗎? 不 但你也可以穿運動的衣服 對阿 只要你會看到 對阿 你看起來很漂亮 你也有些照片 也有照片 你也有照片 照片 你也有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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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後來90天 你可以看到照片 我可以看到照片 你也有照片 你的臉部是肌肉 你的臉部是肌肉 在後面 那是我 那是你 你不是很像是肌肉 你不覺得很健康 但比較健康 所以你 像是肌肉 你很像很難吃 你很像是肌肉 你對於是肌肉 你會發現 你的最後照片 你現在看到了 你臉部是肌肉 你臉部是肌肉 你臉部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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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心,我肯定了我的食物 很硬的体力,体力,体力 真实是,我感觉像了 但是,在两个月或三个月 我看到我的 result,我开始感觉更好 因为你觉得是 worth it 因为我可以看到 然后,在两个月或三个月 你开始听到别人说 你看得很不同,你看得更厚 你看得很厚 很厚,很重要 我希望 三个月我要变得真的是有那种6-pack 我觉得很难吧 我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少了很多 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可能 所以问你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的Instagram,然后他的YouTube频道 在这边,你们可以问他好吗 让我记得你,每天我跟朋友说 我说,你跟 Daniel工作 然后,第一个话我说 我说,我恨 Daniel 我恨 Daniel 我恨 Daniel 你必须恨我 如果你不恨我 那意味着我 那意味着我没有做好 三个月的话 还算是成功吗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 你们认识 为什么我们应该才能看得的 因为他们是男人 因为他们还是男人 对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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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只能看得很较 出市场 没有人 但是男人 女人最重要的 因為你們有少肥膜製造 你必須做肥膜製造肥膜 不只是肥膜,但維持肥膜 是最好的效果 所以在最後你會變得更長 但在最後會變得更長 但在最後會變得更值得 健康的生活 你覺得我在訓練的同時 就是你的所有學生 我很吵嗎 觀眾也看到你的健康 所以他們會被判斷 但我會被判斷 所以我會被判斷的 所以痛就是一瞬間 痛就是一瞬間 真的,我的眼睛是藝衝中 我問你最重要的課題 這是你最重要的課題 不僅僅是工作 但我工作 和我的生活 和我的生活 我更正確的課題 我更正確的課題 然後最後我還是要問他 那你覺得怎麼樣嗎? 我覺得挺好 很棒 當然 這是Daniel,我的教練 謝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好啦,看完最後一天的心得 現在重點來了 那我們就來讓大家看一下 經過了五個月後 阿菜,到底有沒有腐胖呢? 好,那我現在要拖給大家看了 雖然現在沒有辦法看到全身 那就開始脫囉 嗯 好,這就是我五個月之後 有沒有腐胖 大家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我覺得現在身材還是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到這個 看不看得到這個線條 肌肉還是都是存在的 雖然 90天很痛苦 但是運動完之後 其實真的 很有很有很有成就感 畢竟大家知道 我有去走鐘獎嘛 他們看到我 就跟我講一句話 你好瘦喔 你怎麼變這麼瘦 是因為90天真的很有效嗎? 我覺得我做完了90天之後 其實每一天我都是正常飲食 我發現 我做完那90天沒有運動的時候 我好像又變得更瘦了 所以我就問我教練說 欸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你的肌肉已經建立起來了 所以你的肌肉其實才是可以讓你 持續燃燒脂肪的東西 如果你都不吃飯減肥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新陳代謝就會變得非常低 所以你沒有辦法pump up你的荷爾蒙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一個長期瘦身的效果 那有很多女生也有來問我說 這樣子的話會不會很辛苦啊 是不是醫美也可以去解決這些東西 你不會傷害到自己你就去做 那我個人是因為我想要挑戰我的意志力 所以我去做了這90天 大家應該也聽說過 我有去做雷射 有一支影片是我去做雷射 那現在呢我已經雷射完差不多快兩個月了 下一支影片就會跟大家來說 我有沒有大家所想的那些後遺症 所以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啊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話很多有沒有 啊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Follow我的IG還有Facebook 謝謝啦掰掰